在一个复国节之夜,克里斯汀在派对上认识了扣四城消防员的亚当,两人当即看对了眼,克里斯汀将亚当带回了自己家。一夜凉宵过后,两人顺势交往起来,一年后,两人感情逐渐稳定。 克里斯汀却突然收到了初恋男友寄来的赫卡,但他没有太在意地将赫卡撕掉了,毕竟自己是有对象的人了。 时间一晃,两人已经交往两年,克里斯汀将亚当介绍给了妈妈。妈妈十分满意,一边翻着旧相册,一边和亚当聊天。 突然,他翻到了克里斯汀初恋男友的照片,并说对方在16岁那年就已经得病去世了。 奇怪的是,克里斯汀对此毫无记忆,很多以前的事他都不记得了。 此时妈妈突然开始催婚,克里斯汀觉得十分难为情,他不确定亚当是否有那个意思。 正说着一晃眼他和亚当已经同居,一天他在房间收拾屋子,突然一颗鸡蛋朝他砸了过来。 克里斯汀以为是亚当干的,去到厨房一看满地狼藉,到底是谁栽恶作剧呢? 此时一旁的储物柜突然自动关上,克里斯汀好奇地打开了柜门,但什么也没发现。 突然他听见身后传来了怪想,转头一看是一个穿着羽衣的男人,男人突然向他走过来,但幸好这只是一个噩梦。 此时他已经和亚当结婚,并且还怀了身孕。 亚当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新成员准备床位,而克里斯汀却因为怀孕患上了抑郁症。 过了一段时间,孩子诞生了,晚上他正在听婴儿的录音,突然从录音机里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,说要带走他的孩子。 他赶紧去婴儿房查看,发现孩子不见了。 他立马呼喊亚当,这时亚当走了过来,怀里正抱着他们的孩子。 克里斯汀觉得是自己产生了幻觉,又过了不知道多久,到了他的生日,家人朋友正在为他准备惊喜。 然而,作为丈夫的亚当却姗姗来迟,还带来了自己的性感小蜜,中途俩人溜去了一旁的房间,俩人一看就有着不寻常的关系。 克里斯汀去到门外,听到了咯吱咯吱的声音,他一把推开门,发现亚当正在收拾行李。 原来此时,他们正准备去度假,但亚当一心想过二人世界,克里斯汀却坚持要把孩子带在身边,俩人在带不带小孩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 时间一转,到了孩子第一天上学,此时克里斯汀已经和亚当离婚,就在他为失败的婚姻难过的时候,早已因为车祸变成植物人的父亲,突然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出现安慰他。 此时,门铃发出了响声,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复活节,克里斯汀和新男友约好,一起去变装舞会,打开门后却是亚当。 这时,克里斯汀发现,之前那个羽衣男又来到了自己家,还抱着他的孩子,激动地对他说,我救出他了。 镜头一转,克里斯汀的孩子已经长大,成长期的孩子意外地弄伤了自己的手。 克里斯汀立即给亚当打电话,让他过来。 挂断电话之前,亚当对他说了一句,我爱你。 克里斯汀感到了一丝幸福,但燃放的烟花打断了他的思路。 此时妈妈带着孩子走出来,克里斯汀发现孩子的手上并没有伤,反而是他自己的手上有一道被弄伤的疤痕。 妈妈说那是他小时候弄伤的,但克里斯汀一点也不记得了,他的记忆变得混乱。 镜头一转,不知过了多久,此时他正坐在桌上和家人朋友享用午餐。 他已经和亚当复合了,家人们送了一本相册给他,上面记录着他从出生到现在的所有经历。 看完相册,他终于想起了一切。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只是他的回忆,原来他在买菜回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,而这一切都是他在临死之际脑海里的走马灯。 那些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东西都以片段的方式重现,但有些记忆是真的, 有些记忆却是根据现场的东西联想的,比如满地破碎的鸡蛋,实际是撞车后破碎的。 那个穿羽衣的陌生男人其实是和他相撞的车主,也是那个车主救出了他的孩子。 而亚当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扣死城消防员,只是因为他受伤之后看到消防员产生的联想。 最后克里斯汀抢救无效死亡,在生命的尽头,他在脑海里向家人朋友道别,结束了自己短暂却无悔的一生。 这个故事来自九号密室第二季,影片用流畅的剪辑和叙事手法将主角的一生倾刻展现。 如果故事的主角是你,在人世弥留之际,你会想起什么呢?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,喜欢就关注点赞,转发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。